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節說說有香港人的人權組織 加拿大港香港之友表示 退出一個涉及外國干預加拿大的公開調查 為什麼呢? 原來他們說不行 因為有三個政客和中共很密切關係 對呀,那就是跟中共的過重生物 參與了和盤問證人的資格 應該沒有,不准 那不是每個人都是過重生物吧 是嗎? 當然,其實我也是向家燦詢問過 我究竟是甚麼人呢? 我原來這幾個人是華人的議員 之前很多人權組織 親為人、親狀、僵独的組織 一起攪拌他 原來被指稱他是親大陸 曾經被告過情報局誹謗 後來是未知的 原來只可以這麼說 如果有的話,就能否捉到他? 如果當局也找他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讓他去聽證會 其實是否證明他沒有問題? 為何要找他投共分子去搞過這樣的調查呢? 為何要搞過這樣的聽證會呢? 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他也找你 他也找你 那是否不跟他們一起 結果這幾個 好像有位叫陳國志的先生 有些人看到在各大網友網站 他當然是投共,他在廣州出生 哇,你這樣… 肥老李也是 黎智英也是 黎智英也是 這些是出生論 阿哥,你這樣做 我覺得你們最後自己想發聲都沒有 不過他們說不介意 原來他們說退出的理由就是 對調查客觀性和安全性表示嚴重的關注 這個組織也發了一份聲明 他們說他們擔心一些和中共有密切來往的人獲得授權 可以盤問證人並且獲得所有的證據和採集資料 你也有 那你也可以對抗他 始終你入了這個委員會 你也是有聲音 那他不行 他意思是我們聲音就行了 這樣叫公道嗎? 當然你說不需要讓中共人獲得公道 很多人是這樣 這個聽證會還有何公信力可言呢? 不需要有公道的話 之前他說的那位陳先生 是一人一人被選出來的 當然《紐約時報》之前也寫得很壞 《紐約時報》怎樣寫這些華裔議員呢? 就說中國幫鳥王嗎? 其實你們這樣已經做到寒蟬效應 別人就用這些文章去說 你說到刺層層 其實西媒就是這樣 當然了 如果你這樣說 那你有沒有證據? 因為你拘捕他 如果你覺得他是有賣國 間諜 那你就拘捕他 拘捕了很久了 如果有真憑實他就告X了 媒體就這麼壞 其實這樣比真是告你更糟糕 因為他經常的文章都在製造仇恨 可能向你動手也不出奇 之前新冠的華裔議員試過被人搞 是不是? 大家知道當時 剛才說的陳先生就是在萬錦士爺 當然他們說這些人 曾經幫過中共說漢 我覺得每個人有他的不同的看法 只要跟你不同的你就覺得是中共的人 有些人當然對大陸的感覺好些 有些比較差些 這個很正常 其實跟台灣一樣 說的那套民主 其實最後來就是 說獨的 獨的就沒問題 就是民主鬥事 說獨的 你就是間諜 其實這些所謂民主社會 適合的就可以讓你繼續說 適合的 就算他法律上不搞你 官方不搞你 這些媒體也會搞你 當你說我懷疑行不行 行 那你不要說別人內地媒體懷疑行不行 你又不是這樣說 胡錫進說 當然你也有你自由懷疑 胡錫進也有這個自由 還有我們說過 其實現在 胡錫進退休 他說話哪有力 真心說 胡錫進很慘 他經常被股民罵 他跌了很多 是的 原來他們現在就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跟其他組織一起退出 所以這些僵毒和藏毒 就一起搞了 當然就是向加拿大的官方施壓 其實大概兩三個星期之前 其實都已經有這些組織一起退出 總之就跟中國不友好那些 就全部退出了 那維吾爾人組織怎麼說呢 他們的主任 討客提 他就跟大紀元時報說 哇 好解不解 還有這宗新聞 大紀元時報也幫他發大來講 也幫他發大來講 現在又說這個港人組織 不會參加 對外國干涉加拿大選舉的公開調查 這是不到三個星期內 第二個組織宣布 最後有什麼結果呢 我覺得最後可能就不了了之 而且你一退出了 那就行了 當然他可能做到勢 所以這件事是沒有公信力的 說真的 他也是這樣說 你退出了 那這件事不全面是你自己說的 好的差的 即是那份報告的合理期望和不合理期望 已經不是多元化的了 對 你退出了 我覺得自己是你自己的笨招 要麼你就要問他 又或者自己表達意見 現在你退出了 原來維吾爾人組織就說 我不想和那些 被指和中共有關的人 和他們一起有任何的共識 這兩個社團都說他們退出的原因 是 被指和有關的人是未確定的 現在還要調查一下 是的 那退出呢 你退出的話 並會令到這件事不繼續搞下去 這個聽證會繼續會做的 是的 如果你退出能夠令到他 向你妥協或者怎樣 都算是有些力 其實這樣更差 因為這樣不是多元化 就算那份報告 是真的說共產黨干涉 它也很簡單 第一 證明了這些議員 證明了這些議員是沒有幫共產黨的 第二 他們不肯承認這件事 但是你記住一件事 如果那份報告 都是指向共產黨有做的話 當然還未出來 其實中國也知道 你的報告也不詳細 有人退出了 你明白嗎 所以他們應該打定輸數 是覺得不會有這件事出現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可能也很難坐得進去 又或者很輕鬆 沒有怎樣坐 當然加拿大一向都是這樣 做了爛頭筋很久了 退出原因是因為調查專員 這個霍格 授予前安省自由黨內閣廳長現任安省萬錦氏 副市長陳國志 以及是獨立國會議員董恒鵬 以及獨立國會議員董恒鵬 董恒鵬也有《紐約時報》招呼他 他當選 是否中國幫了他 當然他不會說是 但是寫的東西是獨立的 你看看《紐約時報》怎麼寫的 人物很廣 有什麼奇怪的 而且說陳國志是廣州出生 六十年代沒來到加拿大 說真的 這麼久他都六十年代尾 多於你現在的新港人的年紀 很多人描繪他不說誰 陳國志說他非常得人喜歡 非常善於籌款 暗示錢變了你 是會帶給你的 他們也說長期以來 他也被批評立場親北京 包括中國的人權問題辯護 你覺得辯護可能只是說事實 現在就算像我和大馬sir一樣 我們也肯定被他打成親共分子 因為我們經常說新疆的東西 老闆我不懂得照顧 突破萬腸 因為我們經常說新疆的東西 你說得這麼大 都滅絕很大 一般來說是那些 什麼戰亂國家才有 但是你的證據就是 那些人出來訪問 還有Google Map 還有那些學者 還沒去過新疆 當然他們老公不讓他去 那就可以了 我們經常說的 古巴導彈危機 也有照片拍到有導彈 當然有些自媒體上 也有些穿鑿庫的視頻 很多都被揭是假的 原來他當時被人罵他 就是19年代應這個社會運動的時候 中國政府加強對香港控制 難道有他暴動呢 我想問一下 你們加拿大人說他的言論 就說香港警察嚴格處理騷亂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美國167政變 美國警察嚴格處理騷亂 應該是不理會他們的 牛頭人為什麼被重判 我想問一下 你說不到 其實就是不合你聽而已 他也支持剛才那位董恆鵬 當然他們曾經也說過 他們對一屋人的中文記者 說話的時候 同樣來自中國的移民董恆鵬 自己有能力跟居民交談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指控 有什麼說法 他說這些人 好像很懂得跟別人聊天 是不是中共培養的人 你有沒有證據 我就想問一下 很懂得跟別人聊天 這個溝通技巧而已 說什麼事 當然 後來 他懂得用普通話、粵語 英文都懂 這個不是正常嗎 你懂得記忠吧 你們不懂 當然這個人之前 他就是 被指控建議中國駐多倫多 建議中國駐多倫多 總領事反對釋放這兩個米糕 康明海和斯柏弗 當然 他們也幫助領事館干預 19年的大選 所以他退出自由黨 現在是無黨籍的議員 其實這樣就傷害了自由黨 因為他少了一個人 他退了黨 但他現在還是議員 原來又是出新聞 你叫上海老 上海出生的 13歲才去多倫多 但他現在很大年紀 77年出生 其實他大半世人都加拿大住 當然他對大陸那種情沒變 我也是 我外國出生 我也對大陸很有感情 當然我經常被人打 打我們說我們五毫子 五毫子也沒有 但我們真的很慘 不單止五毫子也沒有 還要買麥克風 貼很多個五毫子 後來他們就說 哎呀 之後 他就起訴了 起訴 那位董先生 又是被港人組織 為甚麼給他 有些更加說 大陸仔也信不通 他是加拿大公民 我最討厭就是這些出生人 有甚麼問題 選得他 你有沒有證據 當然現在他就是沒有證據 是不是干涉選舉 他才能選 那你拿證據出來 拿吧 就是沒有了 原來 之前他就告過 Global News 誹謗 這個 董先生就起訴 這個是環球新聞誹謗 並且要撒 賞 1500萬加幣 當然 之後 亦已經說了起訴的事情 原來根據加拿大 新聞通訊社2023年4月14日的報導 同在Don Valley North選區的 安大略省省議員 阿文斌 亦對Global News 以及他們的報導提起誹謗 並且撒上550萬加幣 當然現在還沒搞定 你看看這些人 出生論 反正那些事情不適合你 當然加拿大也算是理智 如果你不要這些人 大馬上下 即是倒轉 這些人全部退出 出來的報告 一樣 都是不公道的 因為 如果退出 是你們的藏獨 僵獨組織說 其實 這些人一直都想 鎖死中國 是嗎 所以為什麼他 有一些 跟 中國關係好一點 一定進入這些委員會 因為他要找平衡 他們沒有這個包容 你以為香港 你以為香港 你以為以前蘋果年代 你以為以前可以什麼起底的人 沒有起底 人家在加拿大 你起人底 隨時有監處 之前香港警察就去了加拿大 記得嗎 他們說怎樣 什麼招呼警察 你不一樣不敢 在外面看 狗叫幾聲 不是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組織 其實是自己虧張 那份報告 最後就算怎樣結果 也好不了了之 比較多 因為 就算 我覺得最後可能是不了了之 但是 他們說中國有 但是 你也退出了 不過你也說我也退出了 也證明了 中國也是 有戒選 證明是他真的有戒選 但是這樣 是不是側面證明了 你們說的那些什麼 陳國智議員 什麼投共 什麼 什麼親共分子 你們坐 大紀元那些就坐 因為 如果真的有影響 那份報告 全部 就應該說 中國 沒有的 全部沒有事 總之 那份報告的公信力 就大打折扣了 大打折扣了 另外他們當然是找那些 反華分子 剛才說的環球郵報 他們專門找那些 比較反中的份子 去訪問 原來他們就說很擔心 有位 所謂專家 就是 智庫的專家 智庫 很簡單 智庫 說真的 他做一些報告有錢 他當然有些說得大一點 還有 智庫也是為政客 服務 我想要一份報告 你想想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就是 他後面有什麼人 賣軍火的 澳洲政府也有錢給他 看看 原來他們找了一位專家 就叫做 約翰斯頓 他就說 第二個社區退出 參與調查給他們帶來風險 因為可能會洩漏敏感的資料 其實他們也有資料洩漏 可能和北京親密的人 就會給共產黨所有資料 這個調查是嚴重失誤的跡象 另外 找了什麼人權專家 任何參與調查的人 都 需要接受適當的審查 以確保他們 是不是 和外國獨裁政府有關 他就應該審查了 他應該審查了 當然這些學者也說 如果不是這樣做 可能會及到證人的安危 損害調查的完整性 這麼誇張 證人的安危 陳國志在加拿大住了這麼多年 你知道他住在哪裏 他也不知道你住在哪裏 這些議員 他們辦公室公開 當然你說 他暗地勾結中共 這樣也行 顯得加拿大好像很流 整天都被別人介選 還有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 很危險 最壞的情況 是我們國家安全 面臨巨大風險 說這些 這個 什麼什麼自由 港人組織 這三名政界人士 可以作為證人 說述自己的故事 就好像 其他證人一樣 他意思是 不行 跟我差不多理念的 就說得 你說的就不是 這樣不用搞了 其實不能搞 他當然是聽一些 他加拿大政府 就算 要聽完 就算幾樣不爽中 中國也好 他扮都能扮公道的 大哥 你說是不是 他一定是聽完的 不是怎樣公道 但是他們不應該是審查員 他意思就是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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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了一些資料 如果這樣 那就很容易 三個人 三個人 你就知道他是老共的人 可以證明他們是老共的人 如果他真的拿了這些資料宣揚出去 是嗎 但是 你好像又不是這樣說 不行 總之不行 對於一些參與調查的人 很害怕 怕他們收集資料給共產黨 那就不用搞了 當然他說 這些人資格也沒有 他就罵 授予這些人資格的人 根本他們自己都有問題 就不用搞 不用搞了 說真的 你已經承認 你是無罪推斷 你有罪推斷 你是有罪 有罪推斷 是嗎 所以 你們去也沒辦法 最後來我覺得 調查就是不料的 或者 肯定說過幾句硬話 有 我們什麼 覺得他就是我們擔心 但是別人問他有沒有證據 可能找不到 要不就找一些 似是而非 鬼影蟲蟲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heal 謝謝